大家好 歡迎你來到歇欣的Bangman Channel 為大家講解的就是這條題目 雖然短短的 但也比較麻煩 我先看看這條題目 他就說Given that 現在這句話重要 就是M whereas directly as 開方筋N 中文的同學就是這個 就是M 隨著開方筋N 正面 他就說明什麼呢 If N is Decreased by 36% 他就叫你Find the Percentage Decreased 說明是Percentage Decreased 就是百分減少 就是M 行不行 事不宜遲 拿點答案子出來先說 由於時間關係 科技都很先進 按個按鈕 整條題目都出來了 大家不用急去省時間 看著做非常方便 不過我不知道你覺不覺 你看完這條題目之後 我綜合了以下橙色的部分 那就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如果M 它下降了36% 這個N 搖身一變應該就是0.64N 為什麼呢 因為下降36% 就是1-36% 再乘以N 1-36%就是0.64 所以就是0.64N 那他就問你 究竟M 如果 講明的Percentage Decreased 那就是說 M 搖身一變 變成M New M New就是M的新數值 New Value 行不行 究竟它下降了多少 Percentage OK 他就說這些 而事實上 現在開始做了 那說真的 如果你給我 黃色部分 如果你這個文字上 你轉不回到數色 祝你好運 一個好走 這條你沒得做 OK 那擺明就是 他現在說的 如果我用符號上去說 就是叫做M 就是蛇仔 就是開方筋N 而事實上 這句說話就是黃色那句 不過我用符號寫 我不用文字寫 由於那個M是蛇仔 就是 Where is directly as 這個開方筋N 所以 其實我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M 蛇仔 就轉等於 之後 變回做 K 開方筋N 有人會問你 那K是什麼 那你也要告訴別人 先寫英文 就是Where k is a constant 或者你可以用中文說的 就是2K唯一常數 那當然 如果你合法偷懶的 你可以簡單的寫K 不等於0 那就快靈正 其實我上課一定有跟你說 我喜歡寫這個多一點 OK 好了 我們要告訴別人 什麼叫做MLEU 那我們就LAD 就綠色 我給你一個綠色 好嗎 就是個MLEU 對了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Be the new value 就是MLEU 就是OFM 但我沒有這麼迫 分兩行寫 好了 而事實上 那個MLEU 綠色的部分 就是什麼來的 其實都幾明顯的 那個MLEU 其實 或者這麼說 如果這個公式 放些舊的N進去的時候 這個位置 就放舊的N 是吧 如果你要計算新的M 是吧 MLEU 這裡放新的M 就是MLEU 這裡放新的M 進去 就是MLEU 即是這個位置 要相對應一批一批 你要放新的N 所以其實就是K 開放根 然後這裡放什麼呢 剛才都說過 就會放新的M 進去 所以其實這裡 我就會放0.64 N進去 行不行 明明我在做什麼 一批一批 你放舊的M 這裡當然會放舊的N 如果這裡放新的M 這裡就放新的N 就是0.64N 整顆 行不行 當然 如果你這樣做下去的情況下 我自己會看到 開放根 頂部分開大 因為中間是成 頂部分開大 就是開放根0.64 再乘以開放根N 而開放根0.64 你按機都知道 就是0.8 我寫到最前 然後這個就是K 還有一個開放根N 我照樣寫 而事實上 你看到嗎 這個東西 K開放根N 這個就是K開放根N 正正其實就是 0.8 或者我給你一個卡拉利 讓你靚仔一點 灰色部分 好嗎 你看到這個K開放根N 其實就是 這裡你看到就是M 所以簡單說 我會轉它做M OK 給你一個卡拉利 灰色 而事實上 如果我這樣轉了之後 你就發達了 為什麼呢 因為 那個的Percentage change 或者叫Percentage decrease 今次它叫做 Percentage decrease In M 其實就等於什麼呢 根據公式 你可以記住做大減小 何惠大減小 老實實 大減小 再除回Original Value 成100% 大減小 何惠大 何惠小 如果最原裝的是M 新的M 就是0.8個M 那什麼數字都好 譬如如果M是100 100在前面 乘0.8便變80元 對吧 100乘0.8便變80元 那就小了 所以其實大減小的情況下 就是 應該是把M 再減 就是0.8個M OK 好了 就再over 原裝的數值 原本的數值 Original Radial 就放在下面 原裝就是M 對吧 所以 把M放在這裡 就再 成 100% 而事實上 在這裡 你給我 我自己 就會把M 抽出 剩下的寫箱裏 就是1 再減0.8 或者你也不用這麼煩 我都會看到 看真點 一個M 再減0.8個M 上面還不是0.2個M 你用這個角度也可以 你不抽的東西也可以 OK 就再over 下面 就是M 再乘以100% 當然上下也有東西要約 拿著綠色筆 上面有M 下面有M 我們大家就約了它 剩下的就是 這個是1 這個是1 所以簡單說 寫好一點 其實就是 都不寫 就是 乘1 就是不用乘 0.2 就是乘100% 0.2乘100 就是20 留一個% 所以最後答案 就會是 20% 整件事搞定 OK 可以嗎 看看大家 今天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OK 好 謝謝大家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